好我们就来看一下这个美元跟欧元 特别是欧元到底怎么回事 怎么会跌成这样 20年来最低 2002年来第一次触及跟美元一样了 20年来没有跨过的门槛 这次跨过了 那欧元区的这个通货膨胀率真的是很高 创下了25年来的最高记录 年率呢达到了5% 主要是因为能源的价格暴涨 为什么能源价格暴涨 就是因为俄乌大战嘛 对不对 俄乌大战大约讲 这个战场是在欧洲 但是我们看到幕后最大的推手是美国 这题我们之前谈了好久好久 果然推动欧元区通货膨胀上升的主要原因 那路透呢对此也有报道 能源危机会让欧元区陷入衰退 美联这个美联除了这个升级速度会很快 升级速度很快嘛 这个更大幅度的会提振美元 那大陆的央视也有报道 认为这个欧元的汇率还会在走弱 主要也是因为 韩兵刚刚讲的增长的整个趋势放缓 市场要不断的下调 它的这个加息预期 另外我们看到呢 预估市场对于美国这个7月底 较大幅度加息的预期很强 也都会导致美元汇率的走强 另外一个我们来看到 这个乌克兰战争 是最后一根稻草 特别是德国 整个欧洲的指标 连德国都衰退了还得了 其他欧洲根本挡不住了嘛 所以这个经济事务研究员说 德国现在才叫做欧洲真正的病夫啊 连德国都撑不住了 我们来看一下 今天还有一个最新消息 克罗埃西亚2023年起 也成为欧元区的第20个国家了 那就是欧元区2015年来的首度扩张 其实你会看到像欧洲也好 像美国也好 他们都陷入了自作自受的 一个恶性循环里了 就当时他们认为 俄乌战争是一个减便宜的好机会 可以削弱俄罗斯 他们可以不要把手弄脏 可是没有想到因为这场战争 改变了全世界整个的这个经济格局 刚才秀芳讲到的说 欧元走扁 其实还有一个重要的观念 就是刚才秀芳所提到的 因为当美元在升息的时候 如果欧洲不同步升息 这个是基本的逻辑嘛 那你就把钱存在美国 你不会存在欧洲啊 因为利息差太多了 所以资金就会往美国流动 这是同样的问题 台湾的央行本来只宣布升息半码的 后来眼看着台币一路走扁 所以赶快宣布我们要再升半码 这是同样 就是如果今天欧洲不同步的 朝美国的升息方向走 那么欧元会持续的走扁 可是如果欧洲真的升息了 欧债的问题是没有解决的 然后欧洲的经济现在摇摇欲坠 欧洲经不起升息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 现在欧元会狂扁的原因 因为现在显然看起来欧洲央行 并不见得有这么强硬的态度要升息 但是大千你看雪上加霜 主要是因为能源的问题 像欧洲他自己的债务很高 但他还需要一大笔资金 他要做什么 能源的基础建设 对不对 雪上加霜 对没有错 这场战争确实对于俄罗斯来讲 是他们的经济状况 财务状况确实是拖得很惨 但是更惨的就是欧洲这些国家 我们看到到现在为止 包括欧元整个跌成这样 现在欧洲人听说也不敢出去度假了 对不对 什么东西都贵 听说法国人巴黎人 现在就选择就在自己的城市里面度假 没有钱出去 但是相对于美国来讲 美国不断的升息 第一个吸引海外的资金 第二个也纾减了他们的通膨的压力 在此同时我们看到英镑跟日元倒是有反弹 当然了 大家知道英日两国最近都出了大事 那还有一个联动的就是国际油价的暴跌 失守了100美元的关卡 这是三个月来的新低 那另一桶黄金的价格也创下了9个月来的最低水平 有没有在煮饭的朋友 或者是您吃过这款海皇XO干贝仗的朋友 您一定会知道 它的美味到底会多让人回味无穷 现在购买记得快点购 输入我的折扣码 CTI-71G 就可以买到非常优惠的价格了 谢谢大家